鹹接俄罗斯南部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大桥 十月初在一次袭击中被炸毁 时隔将近两个月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 亲自开车穿越这座大桥视察 了解大桥的受损程度 也聆听副总理胡斯努林汇报维修进展 这一部分全是一部分的建议 因为这一部分不停留下来 我们认为不停留下来 我们认为不停留下来 这种是第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看看能够缩断 当然是可以缩断 这也是普京自俄军入侵乌克兰后 最靠近战争前线的行程 普京下车仔细了解大桥情况 沿着桥梁部分路段行走 检查烧焦的部分 他下令把受损的桥身 修复到理想状态 整个大桥修复工程动员500人 就算遇上暴风雨 还是照常施工 感谢观看